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又到小弟许征 和大家Reading for Hearing 治愈悉悦度 当然继续去做我们的苏东波系列 苏东波有句名句 我觉得我们作为岭南人 或者叫南越人 整个广东最南部的 我们就能够联想到我们家乡的很多景况 虽然现在香港年轻一代 还用不用运回乡政 还回不回自己的乡下 其实都是一个疑问 那东波先生怎么说呢 《诗云》 谁家主柬一村乡 隔离娇与洛丝娘 我们说到主柬 或者洛丝娘 我们第一想到的 其实香港很多人 就未必是所谓的广府人 合意的就是所谓的广州城 传统说的就是东山区 西关 或者今天说的天河等等 有很多其实是所谓的 南潘顺人来的 顺德等等的地方 潘如 佛山一带 那里最出名的 我们说的是《自疏女》 或者当年香港有一位 很尊重女性的一位导演 都拍过相关的戏 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传统的农耕 不是中和 而是一些所谓的经济的作物 能够怎么样呢 透过养残取诗 就不需要靠男性 男性的劳动力比较强些 肌肉比较发达些 不需要依靠男性 都可以自给自作 所以我觉得东波先生这个诗 除了用寥寥几笔 用这个煮简的清香味 用洛斯梁的熔熔细雨 去反映到那种农村的 即是舒适的生活 或者言言自得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经济智慧 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上面 不能够独立 我们所说的自由自尊 又是不是这么容易 脱手可得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